我特别喜欢她 也认定她了 但是她现在却和我要提分手 我真的离开她 她就是个骗子 还要怎么继续啊 要不是那件事 我还被蒙在鼓里 我这样做只是为了我们两个好 我不知道为什么 她现在却要和我提分手 好多事情都让我觉得 和她在一起变得越来越压抑 我这样做 真的只是不想让她离开我 我希望这次才能原谅我 这么久的感情了 我不想分开 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 这对异地恋的恋人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富24岁来自河北 是一名职员学历本科 女嘉宾小徐24岁 同样来自河北 也是职员学历本科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大学里就恋爱的对吧 对 是同学吗大学里 是 就是在一次同学聚会上认识的 然后当时觉得挺聊得来的 然后后来她追我 然后我就答应了 一开始觉得她挺好的 但是到现在我觉得她就是个骗子 骗我钱骗我感情 我都不想再继续跟她下去了 我哪里有骗你了呀 我这么做就是想把咱们的感情坚持下去 我就是想在未来给咱们一个家 然后你现在去总是可我提分手 那你这么做咱们还怎么有家呀 当初你说为了在一起存个爱情保障金 我当时觉得挺荒谬的吧 就为了让你安心 我还是答应你了 然后你说每个人每个月往里存一千块钱 然后我存了呀 但是你呢 你一点都没存 你觉得这样做行吗 这叫什么爱情保障金 对 就一人存一千 对 她就是老对我不放心 然后就 这个折子在谁手里 卡是我的卡 然后密码是她拿着 就有一次回家了嘛 然后我就非拉着她去看 然后她就支支吾的 就不想去 后来我一看才知道 她根本就没往里存钱 咱们当初的约定不是约定好了吗 假如说谁先提分手 然后钱给对方对不对 我对咱们这份感情 我们再把这个爱情保障金的事 给界定一下吧 你说什么是爱情保障金 再说一遍 就是我们现在在两地嘛 所以说办一张卡 然后就两个人都往里存钱 都往里存钱 到最后的话可能去旅游 或者是给她买一些衣服鞋子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那不是说还有什么 刚才不是也是你说的吗 说什么分手这钱就给谁 对 我们当初约定好了 就是说如果谁先提出分手的话 钱归对方 但是要好的话 钱一起花 对 钱一起 有人先提出分手 那个钱就给另外一方 那他不明把这 我存半天前不就给他吗 但是我对这份感情 我有自信 我首先不会提分手 我当时就是怕他离开 所以说 那就这么长时间 你就一点都不信任我吗 等等 我把这事还是弄清楚 所以你没存是吧 因为你觉得我不会提分手 对 我不会提分手 提分手的一定是他 只要他提分手 这钱就归你 是这意思吧 咱们不是纠结钱的事情 我只是 我得把它弄清楚 我这人纠结钱 你刚才不说了 这个钱是两个公用吗 一个公用是感情好一起花 另外一个公用是 一方变心 另外一方拿钱走 对不对 对 那感情好一起花的时候 那钱怎么算呢 我当然是给他花了呀 因为毕竟我在广州 我发展的比较好 然后我挣的比他多 所以说这些钱对我来说 并不算什么大数 那你为什么不存呢 我对我的感情 我有自信呢 我为什么还要存 哎呀 这个话说的好像真实 那怎么办呢 你有自信就可以不存嘛 那明明是你骗我的呀 现在这已经不是钱的事了 这就是你骗我了 明明两个人说好的 还是你自己提出来的 结果我存了 你都没存 那我提出这件事情 我不怕失去你吗 哦 你知道我多么喜欢你 我现在已经离不开你了 我三番五次的 我叫你来广州来陪我 我在这里发展的很好 我可以养你呀 但是你就是不来 那我不是觉得 咱们现在还小吗 还可以有几年发展的空间呢 我在北京这边发展的 也挺好的呀 我现在也不想放弃我的事业呀 我也想自己再多奋斗几年 你就不能等等我 不能相信我吗 第一层我听明白了 姑娘刚才如果没记错的话 说的是骗钱和骗感情 咱们接下来说骗感情的事行吗 他就是在这钱上 就跟我计较这么多 就跟我耍心眼 那我怎么相信 他说的那些爱我之类的话 都是真的呢 而且他平时对我管得可言了 天天老唠叨 平时一天 所以你们不是 他在广州 你在北京吗 对呀 打好多电话呀 挺好的吗 关心你呀 他每天都说一些用不着的 就是说 几点起床啊 吃饭了吗 跟谁出去了 去哪了呀 你们一滴多久了 一年多了 然后他就问了 一年多 天天都这样 对呀 他真的爱你 他就每次都 我就感觉我太压抑了 就没法忽视了 这有什么样 他多爱你 他每天跟你说这些 咱们在大学的时候 他就每天就唠唠叨叨的嘛 我就有时候是看不着嘛 然后他就各种发朋友圈 说 我离不开你呀 我需要一个港湾 可是你在哪里呀 然后就那种酸酸的 然后好多朋友就看到了 然后就指责我 就说 你对他好点 就好像我对不起他似的 我就觉得挺委屈的 对呀 那你说我发朋友圈 再看看你呢 我平时发消息你不回 然后到晚上呢 然后他发消息和同事 去唱歌 去KTV 然后还有自拍 而且自拍不是他一个人 是一队人 然后上面标题写得更好 好多的帅哥 你到晚上呢 我在广州 你在北京呢 你让我怎么想 那不是和朋友和同事 正常的出去聚会吗 你没有和同事出去聚过餐吗 唱过歌吗 这不都很正常的吗 我也想融入那个生活呀 我下班以后 我同事他们都约会去了 我不可能去当电灯泡吧 那你就 我每次下班 我就是看电视 然后其他的 我就是想到你 我就想给你打电话 那你就把你的心思 都放在工作上不行吗 每天都围着我转 我都不怕失去你吗 就有时候 因为他老给我打电话 有时候我就可能 觉得他烦 也不太想接了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还是吵架嘛 他因为这个 就周末就飞过来找我 挺好啊 然后找我过来 在我公司楼下等我 然后看见我就抱着 我不撒手 然后 挺好吗 来来往往 同事那么多 有时候同事就跟我说 哎 你男朋友 又来找你了啊 这么 然后我就觉得 特别尴尬 这有什么尴尬了呀 咱俩关系光明正大了 再说你同事都知道我 然后我抱抱你怎么了 咱们在大学的时候 不是也是经常 啰啰啰抱抱 然后我 好可爱这孩子 我最主要是 你们公司 很多男同事 我就怕他们 对你起贼心 然后我 你宣誓一下主权 对 我就是想宣誓一下主权 毕竟俗话说的好 进水楼台先夺月 我在几千里 坏了楼台呢 那你为什么还骗我呀 那你在钱的方面 为什么骗我呀 你非要计较这几千块钱吗 如果你非要计较 我现在一群上就得了 我说了现在已经不是钱的事了 就是 就是你人品的问题 也有一次我俩吵架 他来找我 然后就拿来一份 异地恋协议 让我签 啥协议 然后 异地恋协议 对 什么内容 这不会了好多呀 他就是把我每天 每时每刻每分每秒 就是要做的事 就 七点完 七点要准时跟他视频 然后几点洗澡告诉他 然后几点后朋友出去 喝水出去 然后都得告诉他 然后我就觉得这样 我就一点人生自由都没有了 那他在那边那么多事 我就没有问过他呀 我觉得 两个人在一起 也是需要自由的呀 为什么要把他那么紧呢 我确定一件事啊 这个天天打电话是指 比如说早起的时候打 晚上下班以后打 还是这个电话经常发生在上班的时间 没有 就是在早晨或者在晚上下班以后 我来给他打 没什么呀 这挺好 恋人不就该这样吗 但是他特别唠叨 你知道吗 我唠叨什么呀 他就嫌我烦 一直嫌我烦 有时候我电话不接 消息不回 但是我觉得男人就应该志在四方啊 就不应该老是把心思放在一个女人身上啊 姑娘你这心怀真是大呀 心怀天下啊 好 你公司狼这么多 我怕失心你啊 所以我想签点协议 我就是想保障你 我就是想让你多注意我 那你对我就一点心心没有吗 在一起都五年多了 你就一点都不能相信我吗 你现在还让我怎么相信你 你现在都和我提分手了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那也不是你逼的吗 你又管得这么紧 而且你又骗我 他骗你什么了 骗我钱呢 他管你紧是 他都不让我和同事出去 也不让我发朋友圈 然后他各种酸溜溜的那种 发朋友圈 觉得有压力了是吧 对就觉得特别压力 既然这样的话你去北京呢 主要是我现在在广州发展的挺好的 因为一些机遇的话 想为了他就去吧 如果说我现在去了的话 他能和我好 能和我和好 就是你愿意为他去北京 我愿意 现在我愿意去为他去北京 人家愿意去北京 结束异地恋 行吗 那他都这样啊 谁知道我俩 近距离以后 他要起什么幺蛾子啊 我现在就对他没有什么信心了 我就 那你们在大学的时候 我理解这五年 可能从一进大学就开始 然后到工作是吧 对 在大学的时候 他也这么黏你吗 就是平时早上送个早餐什么的 然后一起去自习 也不是每天都送 你不想分手 我不想 他现在已经主动提出分手来了 姑娘没有其他的人吧 没有 还是爱他的对吧 现在也不太知道 都不太知道了 就是他就婆婆妈妈的了 就是每天老问你干什么呢 宝贝干什么呢 我平时就问问他 吃了吗 起了吗 睡了吗 这是什么了呀 就好像我跟他之间 没有别的事情可以聊 他每天就问这些乱七八糟的 我有很多事我想和你聊 但是你不回我呀 那我也不敢回你呀 我一回你 你又婆妈一堆 然后我要一说话 你就又开始吵 想分手了 确定吗 这不是这么多年的感情 就是 还是有点放不下 是吧 你们看怎么办吧 老师们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什么情况下会觉得对方烦 肯定不是刚认识的时候 什么时候会觉得每天嘘寒问暖 有点讨厌 肯定是不那么爱的时候 爱情这个东西玄妙就玄妙在这了 就当你相爱的时候 说的多腻的话 多烦的话 一天问你三十多遍你吃了吗 你都不觉得烦 你觉得好贴心哦 但如果爱情已经走了 或淡忘了 已经没有的时候 哪怕一天就说一遍 也觉得你真烦 你怎么那么啰嗦 我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 同样一句话 不同的阶段 听起来完全两种感觉 我相信你们俩说这些 你们俩现在的烦恼 在你们俩认识之初 都是甜蜜 但现在就变成 让人特别讨厌的东西 先说这男孩 在你们俩没有刮手地落的时候 你就走了 一递了 你认为能够跨越地狱 能够把它拴在自己身边 但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 拴不住 哪怕用什么爱情保证金 你自己心里也知道 这只是一个形式上 自己心安的这么一个东西 它真能挡着人不分手吗 一个俱乐部签了一个球员 一个娱乐公司签了一大明星 照样能够解约 几百万上千万都没事 几千块钱能拴住一女孩的金 你知道 但你依然要这么做 为什么呢 给自己一个心安 好像给对方一个束缚 其实你心里知道 这东西什么用都不管 什么都拴不住 更何况 弟弟 你还骗人 你还不掏这个钱 你本来想用这个 来拴住他的心 但是你恰恰 但是你恰恰因为自己那点小自私 给了他跟你分手的原因和借口 你明白了 明白 爱情保证金 恰恰成了分手的借口 这就是你们俩的现状和异地恋的悲哀 这事你得认 因为你做错了 但是你很冤 但对不起 你就是做错了 姑娘 我说话直接一些 你已经不爱他了 没有 你可能还喜欢他 或者留恋他 或者还有点可怜他 喜欢 留恋 可怜 是爱吗 你已经不爱他 虽然提起来会很让人难过 虽然有曾经很美好的过去 但是现在你已经不爱他了 恋爱就是这样 爱的时候轰轰烈烈 爱情走了 想拉都拉不回来 如果你爱他 他问你吃饭了没有 你会很甜蜜 如果你爱他 他到你公司门口抱住你的时候 你愿意向全公司的男人说 这是我男人 我有爱人 你不会觉得他烦 如果你还爱他 保证金这事不算事 闹着玩 你不爱他了 没有错 姑娘 可能很可惜 但是你没有犯错 只要你没在你们俩 还在恋爱的时候 背叛他 你就没有犯错 不爱就分手 这是对爱情最大的负责 到底应该放手 还是应该继续 你不知道 所以来到这里 让我们帮你捋捋清楚 为什么之前你会签订那个所谓爱情保障金 为什么到要签一个协议的时候 你爆发了 说不行 因为你已经无法忍受这种幼稚的行为 为什么你始终不长大 每天只知道说 你吃了吗 睡了吗 累了吗 一点也没有进步 我们都已经工作了 为什么你不能像一个男人一样的迅速的成长 你做的事情太幼稚 所以爆发了 不是钱的事 你既然不爱他 就要第一时间的告诉他 要谈 你不能这么牵着他 犹犹豫豫不明确 你再拖这个男孩 男孩不错 只不过可能不是你喜欢那种成熟的男孩 男孩呢 你的生活圈子能不能再大一点 女孩已经说了 喜欢那种志在四方的男孩 本身在事业上 朋友这个社交圈上的成就感 或者一定的位置 会带来男人很多的魅力 爱不是求来的 不是唠叨来的 而是吸引来的 多让自己成长 在事业上有所成就 多想想自己的未来 当你努力在塑造自己的时候 你会突然发现 会远在千里的 他也会被你所吸引 让自己迅速的强大起来 好吗 好 就这样 所有年轻的人在恋爱当中就是幼稚的 好的时候 日日相见 刻刻不厌 不好的时候 同床一梦 无言以对 恋爱本来就是说废话 做废事 谁恋爱不是这样 每天想着一些幼稚的问题 下一秒你会不会死啊 你明天会不会得病啊 我穿得暖的时候 你冷不冷啊 我吃饱的时候 你饿不饿 我欢愈的时候 你孤不孤单 恋爱当中说的全是废话 做的全是废事 无端的担忧 无端的揣测 但这就是恋爱 谁敢说恋爱的时候 不是这样 如果说你对于这些无聊的事情 你已经觉得不在乎了 你觉得是一种厌烦了 那我也认为 这一定是不爱了 不要看你还流泪 你的流泪不是因为还爱的 你是因为愧疚 你们俩是刺欺欺人的人 你们俩早就预料到了今天的存在 他若是没有预料到 你们之间会分手 他就不会不存钱 你早已经预料到了今天的存在 你们俩其实早就分手了 从学校毕业而分到扬镳 到决定一个北京一个广州的时候 你们已经分手了 后面的这段时间 不过是一个缓冲而已 如果说在毕业那天就说分手 很壮烈 彼此会更为痛苦 但因为你们受不了那样的痛苦 所以你们自欺欺人的 把这个分手的日子 延迟到了今天 以便彼此不那么伤痛 更加有理由 所以今天走到了爱心保卫战 你不觉得你们俩其实早就分手了吗 我不相信在热恋的那一刹那之间 彼此还要分割在南北两个地方 如果那么爱 为什么不在一起 只不过是为了今天的分手 找了一个借口而已 有哪个女生不希望 这个男生做的这些事情 发生在自己身上 可你对此已经产生了厌烦 但如果换一个你此时此刻 喜欢的男人做这些事情的话 你可能会十分的享受 仅此而已 我还是那句话 你们早就分手了 就这样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变的 人在变 认知在变 情感在变 总是要变化的 别害怕变 我觉得在情感世界里面 没有欺骗就没有伤害 所以我希望下面的一分钟 你们是没有欺骗的 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 其实 自从毕业以后 我就特别想跟你一个下 但是 不知道最后 变成这样 其实我做了这么多 我就是 担心 因为身边朋友 毕业分手太多 我怕 咱俩有一天也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 我一直 天晚会 那你就不能相信我吗 回吧 一对初恋的恋人 因毕业而异地 来 请关门 因异地而产生了情感的纠葛 挺难受的 来吧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哼 谁开机 是谁 想说永远